中期的一個阿協 我覺得他們的傷害應該是沒有辦法去跟左邊去做比擬的 對 左邊前中期就是 很要有辦法拿到人頭 而且拿到人頭很重要 物件可以掉 但是你的人頭一定得拿下來 沒錯 唉呦 我原來有一個喜歡miss的這位選手 他說強攻嗎 沒錯 強攻 這我覺得強攻對亞飛來說 真的是一個你要很有自信才會選下去的符文 我記得你好像對於出強攻跟 自命節奏還有瞬即不凡你有一個 其實我個人認為嘛 其實亞飛利歐這四個符文他都是可以選的 精準系的四個符文都是非常適合的 而且會有在不同的狀況你可以去做選擇的 像強攻就是在對線當中你打對拚最強的一個符文 因為配合紅刀 其實紅刀按一個Q 其實你刮個三下 強攻馬上觸發了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你在前面有紅刀打對拚 但他需要打這個前三等的消耗是很強的 確實 只能說不愧是亞飛利歐教科書 這不敢講 不敢講 不敢講 現在不能被吹了是不是 不不不不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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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確實 這裡其實 DCGA的雙人組也有意識喔 一直站在這個三角草 你是不是想要用那一套打我 這個三角草絕對不能放 你是不是想要玩那一套 而且我記得在DK就是我們所提到的那場比賽當中 他們對手甚至有在點草也放眼睛 他們是察覺到的 但Deft跟Baro兩個人就是站在那根眼睛上走過去 明目張膽地繞過你的三角草 然後把你打爆 只能說確實在這個對位上面大家有對於打露西恩的自己的理解啦 是 而且有帶上骨甲跟蘇醒的情況下的話 這個前面的對線 亞飛利歐是真的能夠跟露西恩加米留來個對拼 不過其實我們就是PCL打的都還蠻溫和的 因為像我們看到LCK就是這個時候兩邊的智慧已經安掉了 已經開始對點了 對 那這邊上去打 對 有按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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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有綠槍的 這小金魚怎麼換就是換不贏 這就是我要看到的東西 對 就是會長這樣 就是要用召喚師技能去換你的線拳回來 而且這樣子接下來上到兩等的話 我剛剛所提到的紅刀Q配合強攻 接下來的換血消耗只會是WPA這邊優 因為就算路線真的滑上來的話 這MIST光盾一開 只要他擋住這一波的爆發 那小金魚接下來的大概兩分鐘都會很難受 對 就對線就會打得比較沒有辦法啦 是 唉呦 都被人扛到塔了 而且觸發強攻最好的一個點就是 如果這個光盾他 小金魚真的也跟著一起按光盾的話 他因為身上會有綠槍印記的關係 MIST是可以等到他光盾消失 強攻的效果還在 然後再把這個印記打掉的 在對線上面 確實你對亞非利歐有獨特的理解喔 這這角色真的很好玩 真的真的 兩百年的設計經驗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好不好 他這個不是什麼RANK上面 能不選的 絕對不選的 就是萬年T5啊 對對對 絕對不會去選這隻角色 加上現在因為這個版本啦 14.1沒有狂風之一之後 這個英雄其實對 可能對亞非利歐沒有那麼熟悉的人來說 會是比較難上手啦 對 尤其是像我們也會看到 像基因克斯也會變得很少 對 因為你其實在前中期太容易被針對 是 但我這其實也在LCK有提過 先看一下下路這一波 兩邊光盾互開 不知道你心在喔 Q1 Q2打到那完蛋了 這拍一下地板人好直接把人給踹死啦 這波WPA 會有這樣子的結果是因為 他們原本的六鳥口被下了一根眼睛 所以其實DCGA在第一時間就已經掌握到 我有個往上半走的這個資訊 所以他才會有機會GA到這個下路線 是 但我覺得 我有點蝴蝶效應嘛 就是我覺得其實MIST扛到了剛剛那下塔很關鍵 他如果沒有扛到那下塔的話 其實這個他看起來是不會這麼容易就進入 他應該是雙招交流會活 對 是不會這麼解釁單進入斬殺線 但上路有人也進到斬殺線了 被反擊風暴暈住Devoured 同樣的時間來到了上路 取下了Mazohana的手機 又抓到 雙方在線路上確實實物是比較多的 對 因為其實WPA他們第一時間 他們沒有在對方李星的六鳥口下沿 所以他們其實是不知道李星的刷野動向 對方在你的六鳥口已經知道了你的威爾哥往上 所以他第一時間就直接往下衝 然後才有辦法GAIN到這個下路雙招組 是 不過反而是Devoured這波在上半邊的資訊 他也有轉化成就是上路的一個優勢 一樣也是一個人頭路障 兩邊哪裡都各拿一顆 又是威爾哥拿頭 這把希望就是可以更知道一點自己的進攻目標 對 但反而是 這把其實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點位都是有機會靠自己去發力跟操作的 對 發育起來都是很可奇很可觀的 但可以回到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就雖然這版本大家覺得可能亞非六沒這麼好上手了 但同樣的就是14.1重要的改動嘛 物以致命 就是他現在是1比1的誤傳 不會再有一些奇怪的算法 所以縱觀整個下路的射手英雄 會在升級的時候給自己物理致命的英雄就是亞非六 他是只有一個自帶物理致命的AD 對 沒錯 所以說在這個也有1比1誤傳的情況下的話 甚至在還沒有熱修之前 就是亞非六的攻擊力成長還沒有被砍之前 LEC有人在買海妖接著出收集者的流派 甚至他也不會先把物理攻擊點滿 他在升級的時候是會把他的物理致命 先點差不多三四點的物理攻擊 然後再後續把物理致命點高 走一個算全穿透流的感覺 所以他第二件才會出收集者 其實算在有海妖收集者的時候 那個兩件套的爆發就已經是很可怕的了 因為像我們那天看到LCK的PACE 他其實也有出洗力打的咒怨 他玩亞非六他也會出洗力打的咒怨 去撐自己的物理傳透 你說亞非六真的在這版本14.1成長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會比過去的版本更加可怕 這也是為什麼熱修要馬上再一刀下去 就砍了0.7的攻擊成長 因為他其實現在我們甚至是會看到有一些亞非六的比賽 他是大概一箭半就開始發力 對 就是在太多海妖加一個暴風大劍 他就可以開始 開始站到前面A人了 當然這把看起來MISS的是要先出這個狂暴力人的 當然也就是比較 就是一個不會錯的選擇 不會說他是好的 但是就是比較穩定 對比較穩定 拉扯能力也很強 我覺得在這版本海妖的改動 就把海妖變成斬殺之後 其實海妖跟強攻的這個搭配起來 真的 我覺得如果大家這個solo有興趣的話 可以嘗試一下 會很 你玩得起來會很好玩 會很好玩 很好玩就對了 是 因為對方打野只會看你 所以很好玩 這話也不是這樣子 你有玩起來的情況下當然好玩 但這畢竟是比賽 就你還是要考慮到玩不起來 玩不起來的話 那確實有狂暴力人的拉扯 是比較好在團戰中生存的 對尤其因為像亞飛利歐他是一個需要團隊去圍繞他運作一個體系的AD角色啦 跟路仙這種他可以自己找機會的AD是完全不一樣的定位 就真的還是很需要隊友的照顧的一隻英雄 對 你現在是在呼籲是嗎 就是如果有人選亞飛利歐的話 真的就是 真的幫一下啦 幫一下啦 幫一下啦 就真的後期很可觀的好不好 不會錯的 不會錯的 我長起來一定比對面AD強的好不好 我一定會贏的 我一定會贏一定會贏 包C 包C 我這個 我上次聽ShireGuy講 聽說他跟賈克雙排0-5 包C是不是 包C C的是哪一邊我不知道 對包C 現在聽到這個會害怕 很可怕喔 不過這裡下路 壓制力還是有打出來 路線這條線 但不過就是前面那個騎殺 這機並沒有轉化成像是 CS出傷或是 這整體 對線起來的差距喔 還是一個很平穩的對線 但其實平穩就其實是 左邊這個陣容是可以接送的 欸 突然有人不想平穩了 李星來了 上去消耗血量但是開了光隊 這邊是不想要讓對方把線給送進來 仁豪就在身後 這兩個人的血量 仁豪是有六等的 隨時可能會出事 小靖遠也到六等 我也就知道了 要趕快過來了 而且魅神如果這邊有機會 趕快上六的話 可以再看能不能用一個紅刀的大絕 把血給吸起來 看一下經驗條 還差半條 這半條是來不及了 但VD Devoured也現身 Q1 先踢到他是盾眼上去的 Q2再上來 先把露露提死 再一腳踹死亞非力喔 這刀破鏡者下來 還有一個護盾 復生夜行的治癒效果 讓人好 再踢下第三個 這是DCG在下路 打出一波前期的完美play 哇 其實露露第一時間已經反應到了 他已經把他變小動物了 但理性的傷害真的太高了 而且亞非力歐是沒有膜的 沒有膜 然後同時血量也是非常不健康的 等於說已經有意識到了 但這波真的就被操作了 對 其實大家也都已經到了 這個時候變小動物很關鍵 而且仁豪真的很細 他是Q1到盾眼上去 變完小動物再接著踢Q2出去 他知道你會想要把我變小動物 所以我第一時間就先盾眼 這個下路月他可能在腦袋當中模擬幾百次了 對 哇 這操作很細節 是 打出來了 我覺得露露已經做到最好 但是 只能說AD的狀態真的太差了 沒辦法 沒有操作空間 就 因為剛剛有看一下經驗條 真的就 那波兵必須得全部接完才有機會 接近六等 那六等的話有紅刀的大絕 確實是有可能吸起來 有可能活 對 有可能活 但問題就是他們那波兵洗不掉 然後路線也剛好六等 大絕燒起來 這下路直接爆炸 直接尷尬了 020的亞菲利歐 很難受 對 現在打起來就會 變成威爾哥可能要花很多時間來cover這個下半部了 因為其實自己的上半部沒有真的贏到什麼東西 反而自己的優勢是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變成你自己要主動去帶動節奏的話 我會覺得 你現在能做的就是你的cover下路線法力 現在這個理性會一直住在下半部 因為現在路線的傷害已經起來了 下路再來了 真的就住在下半部了 就是一直壓縮著下半部的發育 剛剛所提到的 左邊想求的一個平穩 現在是不可能發生的了 如果這個塔被點太多的話 路線的強勢期提早到啦 對亞菲利歐是很難受的 而且我們剛剛所提到 左邊有可能遇到的問題就是 路線如果優勢不夠的話 中期會有傷害不夠的問題 那現在的優勢這麼的大 那等一下中期如果真的團戰碰撞起來 路線的爆發很可觀 這一次就比較聰明 就是直接走線上過來 對 就不要再走野區 直接走線上過來就可以了 對 如果你要cover這個是最直接的方式 你走野區反而你有機會 被李星直接撞一個1v1的 但是這也沒什麼辦法了 中路 然後也是找到了一波機會 給了QB一點壓力 但QB這邊 在狀態上 也是有點殘血了 對 Devour的也是慢慢的在往上走 這條小龍估計爭不了了 而且他這一次來下半部 他是從線上過來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是沒有野怪可以刷的 那自己唯一出生的這攤六鳥 又因為李星提早 進來這個下半部野區的關係 是被李星給吃了 沒錯 所以他等同於這一段時間 他其實是完全浪費掉 只能做到 就是cover自己的下路 把線好好的吃完 我擔心的下路 有 是把線給清光了 但是由於剛剛QB被打殘 沒有狀態 也沒有TP的狀態下 這樣就是 龍必須得給了 拿龍的話就是 讓維友哥可以有機會 去換上半部的支援 對 至少可以去刷得到李星的野怪 上半部還是優勢的 就這把是有拿到六隻蟲 不過其實剛剛有在比較早期 四等就去gank過的上路 其實後續 Mazohana看起來是有 保持好自己的站位 這一次有比較穩了啦 畢竟他是一個卡傷地嘛 就好像真的要抓也不容易抓 我曾經也以為 烏迪爾不好抓 但直到我看King拿了一把達瑞斯之後 這角色好像還真說不出來 這把也不好說 他們也沒有拿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畢竟這把卡傷地 是能夠發揮他的效果的 他基本上對線 只要不被打爆都沒差 因為他的團戰就是在 大概第二條小龍的那段時間 其實他的團戰能力是最強 然後賈克斯那個時候 也不是發育的最好的時候 如果平開的話 很好 在後面蹲了一下LJW 在等他Q3 敲了回來 他要打了要打要打 直接把人帶到了 一手Mazohana再把人帶到人好臉上 踹在牆上Q2踢出去 踢到一半 結果由Mazohana手中的利刃 割下LJW的手機 這波配合就做得非常完美 是沒有任何瑕疵的配合 Q3敲到馬上跟大絕把人帶過來 然後李欣直接在旁邊等 這個配合就做得非常漂亮 完美喔 這把的DCG 前期是上下都超優啊 這樣看起來 超優 對於他們來說 也不知道該不該說是好事 你說等一下 他們很少超優的 你說這個 他們可能沒打過什麼前面優的 所以他們等一下會有點油魂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我怕他們等一下會跟WPA一樣 不知道該幹嘛 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不習慣 對 沒打過這樣 從未有如此美妙的開局 對 要這樣講也對啦 要這樣講也對啦 但這個優勢也確實大啦 不管是路仙還是打野位的人豪 他這把是確實很油 但是有一部分也是因為他花了非常多時間在幫自己的下半部做施壓 所以其實自己的發育是落後為有個一點的 是 我只能說難怪好像 就是看修宇的選角其實在風格上也是有些變化 他以前都玩妮可 他以前都玩一些能夠操作的 或說一定要 要依靠他的 但他上一把的賀威 這把的阿琪爾 其實就是在中路線騎著騎著 然後隊友差不多了 要贏了 應該說先求一個對線騎的穩定發育 對 然後後面團戰的話當然就是看個人實力了 對我覺得 能讓一個選手 改變他的選角風格 那代表一件事情 他很滿意他的隊友 他很滿意線況 也確實可以這麼說 要不然就是教練的鐵拳是比較有力的 真的不知道 有這種狀況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說只有你最懂你這個主管的 你要小心這是對他的指控 沒有啦 我是愛之聲哲之切 對回來 中路Q1大道 那就是 無時無法 還交了一個死亡閃現嗎 死亡閃現 仁豪提到了自己的第四顆人口 有阿卡莉的那一邊 反而是拿不到遇事者 這個就很傷了 這個節奏就會整個慢著 這個節奏就會整個慢著 散現暈住 知道這個人是沒大絕的一波CC的COMBO 把KANASHIMI給灌死 那仁豪應該是可以成功的走掉 後面還有OVERENTIE的掩護 不過路Q1這一波可以到喔 這個預示者 還不一定喔 還不一定 路Q1一件半 電流旋風劍加上的是火炮的兩件套 是充能流派的路Q1 但先出電流旋風劍好像是比較少見的 通常是狂暴力的 狂暴力的先 但也有可能因為他這把真的太優了 確實是肥到不行 那打野都犧牲自己的發育照顧他了 但打野其實也很優 犧牲這一點好像沒什麼差 這裡就是一樣 我覺得上中野今天的配合 確實是做得非常不錯 銜接的都很好 對 都是等到隊友把CC接完之後再出那個 一定會避死的Q 但Devour這邊 跟輔助的配合其實也不錯 就是知道不能讓他按出任何一招 這個就是最硬要的那種 就要兩個閃線 一定要殺他的 你說為一個閃雲好我可以理解 連陸陸都要閃線變形 那是真的有點超過了 這一定要殺到 一定要殺到 不然的話 這個預示者 現在感覺好像WPA也沒有意願要去爭了 LZW也沒什麼優勢了 現在的卡桑蒂真的看起來在 這波預示者團戰當中的破壞力 是會遠高於賈克斯的 而且你的阿卡莉在下路接線的資訊是有被知道的 那這樣子免費的預示者 那這樣子免費的預示者 直接踢去下路 知道上路非常安全 在轉線上面也做得很流暢 也沒有給到對手有任何的 有機會賺到兵線的可能性 只有大概卡桑蒂大概掉兩到三隻兵而已 這波DP都還是做得很好的 我們跟上一場比賽 那個立場有點開始互換了 我們現在開始在吹DCG了 那是不是下一步 要給鼓勵嘛 做得好我們給鼓勵啊 做不好當然就是 他們教練會有他們教練自己的方式 那我就不是很清楚 不是我當然說鼓勵跟那個 這個批評當然就是平衡嘛 但是我怕的是 會不會我們這個鼓勵鼓勵鼓一鼓 他們等一下又出回去了 上一把的WPA就是這樣的一個節奏 對 確實 上一把WPA可能 也領先的差不多 大概差不多 就差不多這個幅度 然後差不多就是 到這邊為止都還沒有任何發生任何的錯誤 但是因為他是路西恩 滑上去一整套掃 掃出一個治癒 ASF還沒有倒 有Devourer在幫他打 但是再滑上去再兩槍 又逼出了一個救急電話 再一個瘋芒貫穿 這樣總得把你給殺了 這波卡上帝是直接站到正面來了 那這個綜藝塔很有可能守不住喔 輔助殺手啊 卡上帝直接站過來 要搶囉 這邊 Devourer貼到了人豪的臉上 他是有一個等級的領先 但裝備其實並沒有輸 但就是 潛進去按了一個破心者上牆 看了一下 好像不太會贏 那不然先撤好了 不是 他們就先見面 切磋兩下發現 這人 這個拳腳有點厲害 對 溜了溜了 這個我 我其實都不知道該怎麼幫他解釋 他這一波想要幹嘛 就是想看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那沒有機會那就趕快按了個大絕跑掉 所以我提到這個中塔很難守住了 然後我剛才會提到這把的翻盤點會比較少的原因是因為 路歇恩的優勢有點大 會讓他的 中線的這種破壞能力很強 然後他可以自己主動的去尋求很多的機會 跟上一把的法洛斯是不太一樣的 他這個優勢是可以一直領先到最後的 但這個上半部 還稍微互看了一下 覺得WPA這裡一定要把中塔死守住 至少要死守住 不然這個路歇恩要準備開滑了 死守 死守是死守的但他們守不住 我覺得剛剛他 我也直接過來就好了 就直接過來就好了 但野區 兩邊打野都在互扁 如果他Q彎又再有踢到 因為這樣就變成跟上一把一樣的局面了 就是對方開始 他的阿奇爾開始無情發育 你拿他沒有辦法 但是兩邊中路也打起來了 這波又踢到啦 又是一個空殺防兵 跟虎啸龍雲的完美銜接人豪 再一次配合了 Kanashimi啟殺QB 這路歇恩開滑了開滑了 就在你的暗霧當中掃出鋒芒貫穿 這是一個刺射突入 接著打右邊的AZAP 輔助上一波 已經被這個路歇恩殺QB了 趕緊的往塔下撤退 對 而且你看 亞歸六甚至都不太可能要過來 他都沒有要過來的意思 我覺得 還可以 我強烈懷疑剛剛第一波是撞空的 真的嗎 我強烈懷疑但我沒有證據 沒關係 等一下再看 對 不過他就是 路歇恩可以 就可以這樣 直接從中路線直接卡過來 然後來卡你的打野 沒錯 你中路一塔掉就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那感覺這把阿卡莉好像 QB一直在尋找一些單打的機會 但實際上他都不是一個人 對 就是每一波阿奇爾推大的瞬間 體型都在旁邊 是 喔 這邊特地 特地幫我們還他一個清白是不是 喔 有撞到有撞到 欸 媽 欸 啊 沒撞到 我 我的直覺果然是準確的 天哪 這個車技 0分 哈哈 這多人沒撞到的嗎 欸 你 喔 確實確實 我只能說 如果以後就是 PCL不知道會不會開個教訓班 讓大家好好去上個課 因為確實不好掌控 真的 不好掌控 不好掌控 我自己開了一次 確實不好掌控 是不是 就可能真的要說那種 MAN賽恩的玩家 或是MAN怒怒的玩家 大概才知道那個運作的方式是什麼 因為你可能沒有玩過這些英雄 所以以後還是給Driver開就好 欸 車長應該是熟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從中路河道開過一次 確實是彎不過去 就是有卡到一次 你說填海了是不是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就知道我的地圖上面 都是問號這樣 你說這輩子再也不會上車 對 我就是後面的都不上車了 可以給別人開 跟三哥一樣 我只上一次車 我開不好我就不再開了 就是說大家要小心啦 真的 大家這個練習模式是可以稍微練習一下的 就是現在的練習工具很好用 就是可以稍微快轉時間 快轉到這個14分鐘的時候 用這個預示者之眼 好好的練習一下 而且現在也有很多 就是新裝備的一些機制 可以透過練習工具去學習 沒錯沒錯 就像我剛剛講到惡意的那個 機制問題 其實就是我在練習工具裡面 去發現的一個問題這樣 是 就包含我們剛剛前面也提到了嘛 就包含那個 突破天際跟泰坦九頭蛇的一些 這個 雙暴擊的問題 雙暴擊 你也可以在這個練習工具當中 透過一些 而且是遠程英雄騎士 比較容易觸發的 對 就有凱特林嘛 對 就是那個真的是有點 呃 兩發送走 那個我很難 不說他是BUG 但是那個兩發爆頭 真的有點太誇張了 確實 確實 那接下來的話 就變成路西恩的局囉 因為路西恩現在非常的肥 你看你 不是 呃 少了一整套 沒事 活著 我覺得剛剛路是想要過來放現眼 他應該是想要過來放現眼 但是第一時間看到路西恩的瞬間 他就知道自己應該是要叫他 你說已經開始進到這個烈士方要去放長眼的這個環節了 對 就是我們想要看到的路西恩是長這個樣子 對 就是他能夠自己去尋求一些機會 而不是一定要迷流在旁邊 是 見人就花 對 你就滑上去一套 充能流就是有這樣的優勢 他可以上去一套下來等迷流的CD好 泡個盾 再上去再一套 嗯 是沒有什麼AD承受得住他這樣兩套的傷害 是 我覺得這也是路西恩可以在這個版本重新帶回先發智人的一個好處啦 就是在裝備的一個改動上 他又可以回去打爆發了 不然其實在這個狂風之力的 呃 狂風之力的 跟這個 納歐吉仁的一個改動之後 其實 大部分後續的路西恩都不怎麼帶先發智人了 對 因為都有可能 大部分還是以強攻為主 對 因為很有可能是你需要去打這個持續作戰 才能發揮出當時裝備跟路西恩的一個互動 而且也要看對方的陣容 是不是讓你能夠有持續去A人的這個情況 因為路西恩的手本身就是AD會就偏抖 火砲點兩槍 已經逼出了一個光盾 Devourer就在側邊 有暈到Overtime但沒有出手 阿祈爾跟李欣也到了 下路線也是已經推完了 我看到Kanashimi是有買一個探索者互玩的 這波是有機會進去 來一波好推 他每次都直接站在李欣 臉前面 你說Devourer 他都不怕會被一腳直接踹飛 對 輸人他不能輸陣 對 但是他大絕交掉了 那這個龍的話可能也爭不了 因為畢竟Kanashimi是站到中線來補線 沒錯 那如果Devourer真的要搶的話 那就閃現下去有去無回 而且還不一定會搶到 他沒有大絕 基本上這個龍是一定得放的 22分鐘簡單的就讓DCGA拿到龍魂 那這樣就是 如果還要再拖下去 27分28分鐘就要打圓谷龍團 對 但真的很難拖了 真的很難拖了 尤其是路西恩的發育 過於良好的這件事情 你如果要首先 被他一套 滑上去 不管是誰 目前你的陣容 都是扛不太住的 不管是阿卡莉還是為了格鬥一樣 沒錯 有 也直接聽一下來 我也想打吧 馬索漢娜 來保住自己的隊友 可以再往前再打一套 連掃在賈克身上的傷害 都是有點可怕的 QB 還在尋找一個側切的機會 但這波馬索漢娜 就像一個保鏢一樣 互助了DCGA的四個成員 對 就是主動下來 幫助自己的大部隊 把中線送進去 對 但這波不妙喔 打得很穩定喔 打得很穩定 是 這波如果WPA想求戰的話 也很難 亞貝歐的槍組已經換到了 紅紫 現在露露也是要跟著回 因為他身上是沒有眼 這就是我們之前提到的 就是有經驗的隊伍 這個時候通常 露露身上會有一根眼 會有一根綠眼 這個時候就會在 對方一定得回到這個11點 走過去巴龍坑長一隻眼睛 或是長在巴龍坑上面也可以 然後就算你被看到也沒關係 因為你就是過來長眼的 但因為現在冰身要reset的關係 所以這個時候你長眼才有意義 不然你跟著對方一起回 你是不會有視野優勢的 是 在對方露頭之前 或是你覺得他回 但實際上他如果 又是有意識的等你進來長眼的話 那就會瞬間掃人 那你的巴龍還是會掉 對 因為你如果這個時候不做 你一樣是烈士 沒錯 你的選擇本來就不多 我這樣感覺得趕緊的把這個紙槍給刷掉 對 因為你現在過去作眼的話就是 對方過來 排掉你第一波的視野 等你回了之後你的第二波視野 對方還是踩住了 對 是會有危險的 對 你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在巴龍坑這邊取得一些小小的優勢 嗯 那 還不急 兩邊都有在Ping巴龍 尤其是WPA這邊針對巴龍的Ping燈是很多的 來看一下上路人好 稍微逼退一下LJW的位置 其實LJW現在也兩件套了 是有一定的作戰能力 對 不過賈克斯在上路的草叢有藏了一根眼睛 喔 這根眼睛就 可能會是個伏筆 但是這裡有人被抓到了 再來右邊又是Overtime 又是這個位置 又被抓到 在Ping澤這次斬上去 Overtime還活著 上來還快一點 他必須再打到底 Diviral的變身成了迷離喔 然後趕緊的有一個救急電話 這次ASF也到了 但Masthana這邊想要再推 想要把這個人給帶走 這時候卡拉西比伊波的閃推 把Diviral也推回來 LJW可能也沒辦法倖免 在持續的作戰 有反擊風暴 雖然運作了兩個人 但依舊無法阻止 雖然第一時間是已經抓到了 對方輔助 自己一個人在 中路旁邊排演 但是 很可惜就是 你要秒殺他 你要追太久了 讓阿齊爾跟卡桑蒂 已經有到場的機會了 這波 QB甚至是沒有到的 他在下路 把二塔給拆掉 作為交換 DCGA 在25分鐘 拿下巴龍 而且他在那個時間點是 他們也知道阿卡利沒有TP 所以他們一定得打起來 抓到了Overtime 自己排演 還是真的殺他耗費太多時間了 讓阿齊爾跟卡桑蒂 可以有一個後面側切的位置進來 把大部隊直接推進來 再接一個閃線推 完美 雖然說美中不足的 可能是沒有推到AZAM 但結果是一樣的 對 一樣有拿下巴龍 其實就不影響 那這阿卡利頂多就是拿到一個塔的經濟 其實不會影響這個比賽的戰局 這時候 雅菲利歐雖然終於把AZAM 給掏出來了 但可能有點維持一晚 目前他一定是沒有辦法吃到對方的爆發的 瞬間就會被秒殺 而且你有 米里歐的大絕 然後再加入西恩的光盾 阿卡利現在要秒入西恩 也有點困難了 現在又是一樣的畫面 DCGA這次在二十六分鐘就開始了 中上的兩路推進 要再開始逼高地 下路的話則是兩邊都不管線了 都要來高地前去做防守跟進攻 而且左邊的陣容其實相對是手短 而且DCGA上面還在等線 等著Masohana把中路線給往前清 等中路線到了 兩線同時進給WPA中上路的壓力 因為現在只要你敢在塔下手塔 那路線滑上來一套 你就有可能要回家了 沒錯 那這樣你後面也守不了了 但Masohana這波槍組還算不錯 是有機會來拚一下的 但Masohana現在應該是沒有人能夠切得動 他現在就是只要把炮車拚保住 就可以了 沒錯 那炮車還是被清掉 但下一波上路的兵線又灌了進來 DCGA又獲得了一次壓制的機會 但全部人突然往中路一擊 要等下一波的兵線配合阿奇爾蓋塔 是 因為上路的兵已經清掉了 在壓制往前也沒有辦法進高地 後面其實有一根眼睛喔 阿卡利 有機會嗎想嘗試一下嗎 阿卡利賈克斯這個眼睛很不錯喔 但兩位都站在正面 沒有人選擇去隱藏身衛做繞背TP 哇 可是這樣子的話 遠古龍一分鐘要出 然後你放對方拿了這麼多經濟之後 很簡單的回程 我覺得這樣就會讓這個戰局有點走遠了 是 對 主要就是WPA在第一場比賽 是前面有優勢的 但中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這把更嚴重了 他們前面要是沒有優勢 他們其實很早就開始有那種群肉無首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他們在線路上 確實是有自己想要操作的 這個意願 但是可以看到阿卡利兩波的大絕 就是他想要去單切這個阿奇爾的時候 都被李鑫預測到 然後阿奇爾也配合李鑫的R接他李鑫的Q 兩波都是這樣把阿卡利擊殺 反而讓阿卡利的節奏是整個斷倒 包含像第一次預視者 甚至的 像預視者甚至阿卡利是沒有拿到的 是 哇那這樣子 WPA 一直都在DCG的節奏當中 經濟的差距已經來到了7000塊 現在就有點沒有什麼辦法了 現在賈克斯也不太能夠去分推 要硬扛這個7000塊的烈士 去打這個遠古龍團 但是有威爾哥 就還有希望 是 哇那卡桑蒂的話 可能就只能靠WPA的上野去切了 雅菲利歐現在沒有 多明尼克的問候的話 打這卡當地應該是一點傷害都沒有 乾淨的把紙槍刷掉 遠古龍DCGA已經開動 Devourer已經救了一個偷龍位 但是暗上其實也有眼睛慢慢的在往 看到去踩 看到威爾哥了 五個人都抱在一起 DCGA 有馬索哈娜在前面 稍微擋一下WPA的人 還五線D的血量 阿卡利在繞 有一根睜眼找到 但是仁豪上去 把人給踹走 然後下起來 再把這條龍給撞掉 但是有遠古龍BUFF的情況下 DCGA 雖然是空推了QB進場 想要自殺小鯨魚 但反而是被遠古龍的吐息給兔子 跳進去的LJW也有一樣的命運 那MISS了 現在只剩下一個人 輔助也沒了 閃現派球果 但身上人豪的這一角 直接飛越了藍BUFF 再游卡娜西米 遠古龍的吐息 將WPA幾乎是全部吐死 只留下一個被踹走的Devourer 他什麼都守護不了 第一時間阿卡莉的繞 其實已經算做得很好了 就是他知道他站在正面 對方是一點都不怕 但就是我前面提到 傷害真的已經不夠了 對方露西恩甚至是 被你接了兩段R 他都沒有死了 再加個迷牛的大絕 他完全死不了 他這把比賽 二十九分半 十四比三DCGA 接近完美的節奏 要以二比零 結束今天第一天的比賽了 雖然前面還是有一點小失誤 但至少這一把的攻擊目標 跟整體的營運方向 都選擇得非常準確 然後也都非常的順利 很順暢地去營運整個遊戲